民進黨的黨主席卓榮泰 昨天在臉書上面發了一篇文 因為這則新聞 就是2017年2月 蘭嶼的護理師蔡毅敏 因為參與黑鷹直升機 後送病患的事件 不幸醉機殉職 醉機殉職之後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 程序部在去年的10月份 發了一個公文給他們 給蔡毅敏家屬 說這個非安會 目前只完成了事實資料的 蒐集跟確認 以本案尚缺乏 因公輔恤之完整事證 所以拒絕給予輔恤金 全序部發給蔡毅敏家屬的公文 但是蔡毅敏因公殉職之後 曾經獲頒了總統包養令 衛福部的獎章 南丁格爾特別奉獻獎 等等的這個包養 2018年5月這張照片 還是行政院長賴清德 親自頒發了一個特殊奉獻獎 給蔡毅敏的母親 整個事件發生在2017年 去年的10月份 全序部說 市政不完備 沒有辦法發撫恤金 這個新聞被披露 公文被披露之後 引起輿論的嘩然 結果民進黨黨主席 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 居然PO了一篇文說 開工第一天看到這則報導 讓我的拳頭都硬了 這就是典型的 關在冷氣房決策的思維 我必須很嚴肅的請問 發出這紙公文的官員 這是台灣的南丁格爾 你忍心這樣對待他 站在人民角度思考有這麼難嗎 這句話的確是現在大家的心聲 只是說這一段文 由民進黨的黨主席 當今執政黨的黨主席說 他看到公文拳頭印了 說這是關在冷氣房的決策 罵這發公文的官員 怎麼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是讓大家覺得非常的錯愕 其實時間上面再往前看 2018年的10月份 我們的卓榮泰卓主席 其實還在行政院擔任秘書長 所以是他在擔任 行政院秘書長的時候 考試院的權序部 發出了這樣子的一份公文 來看所謂在冷氣房裡頭的 官員是誰 是國民黨前朝留下來的嗎 權序部的部長 現在叫做周鴻憲 周鴻憲是誰 他是陳扁時代 台北市政府的法規會主委 民進黨仲裁委員會的委員 民進黨北市黨部的主委 他是非常資深的民進黨黨員 所以主席拳頭也不用硬 他在他的民進黨中常會 就可以好好的處理這件事情 權序部坐在冷氣房裡頭的決策 這件事情由主席來罵 不是非常荒謬嗎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拳頭印是要打誰 是要打他自己嗎 我今天看到這個報紙 我會拳頭印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你是執政黨的黨主席 第二個 當初2018年的時候 你在擔任秘書長 然後現在的權序部長 也是民進黨的人 所以你在罵說這些 在冷氣房裡面做決策 其實就是罵你們自己 而且這種事情我不懂 為什麼你要透過媒體 然後來展現好像你非常的憤怒 你對於這樣子不接地氣的 一種決策方式 你感到生氣 可是問題是 你是執政 他應該打個電話給他的黨員 所以你為什麼做這麼奇怪的決策 你應該是 但是如果你被要求要回應的話 那你作為一個執政黨的黨主席 第一個你先道歉 我們作為一個執政黨的這個政黨 連這樣的事情都處理不好 連這樣因公輔恤這麼簡單 還給人家一個公道 還有國家對這個殉職人員的衛免 輔恤做不好 你要先道歉才對 你拳頭印幹什麼 拳頭印要去打蔡英文嗎 不然就打給我們看 如果你真的敢打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你非常有guards 要去打蔡英文嗎 不然就打給我們看 如果你真的敢打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你非常有guards 擔任黨主席之後 直接打總統 做不好就打 所以第二個讓我覺得說 你這樣的回應 其實只是在作秀而已 你只要展現你很生氣而已 問題是你是執政黨 你生氣沒有用 你現在是要告訴我們 你如何解決這個不合理的事情 還有過去為什麼會發出 這樣一個公文出來 然後發出公文出來之後 也沒有設法 面對這樣子的抱怨 要趕快補救 對 連補救的措施都沒有 你如果說拳頭印之外 你還要告訴我們 我接下來在你黨的中常會裡面 絕對把這個事情提出來 而且要求立即辦理 立即改善 甚至對於發出這樣子的公文 沒有處理妥當的人 我是不是要給予什麼樣子的懲處 你要對社會有一個交代 然後對於這件事情 你多久的時間內 你要完成補救 你要告訴我們 我們想聽到的是這個 我不是想要聽到你拳頭印 所以從卓榮泰這個黨主席 他的回應 你再來回到我們剛剛在討論的 這些滑航事件的處理 你就會覺得 他們真的就是看媒體風向來辦事情 今天舉了這個事情 我生氣了 好像是社會大眾會覺得你生氣對 所以你就來生氣 然後對於事情本身的處理 到底你作為一個握有權力 握有行政權 有決策權 能夠指揮的這一些人物 你們到底做了什麼樣實際的作為 來幫忙民眾解決問題 那個才是民眾真的想要看到的 而且也才是真正能感受到的 可是目前從總統 從行政院長到你的黨主席 在這一些事情上面 大從這個滑航的事件 然後到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我們都沒有看到 政府有什麼樣實際的作為 你光生氣 光拳頭印 有什麼用 我們其實不想看到 現在拳頭最硬的 最想生氣應該是民眾 一般的民眾沒有公權力 他只有拳頭 只好拳頭印 那你只能黨主席 還說你只能拳頭印 這不是跟大家 一般小老百姓都一樣嗎 在最近有幾個事件 我一直看不太懂民進黨 處理這些事件的方式 你現在充滿了很多黑人問號 對 其實真的有很多問號 因為其實民進黨 已經是完全執政了 在國會他們掌握了 絕對絕對的多數 然後所有的行政權 幾乎都握在民進黨的手上 所以你會發現 在華航事件裡 我們剛才討論過 明明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為什麼看起來 這樣的一籌莫展 然後為什麼最後好像 推不動的結果 只是在一個華航的 董事長的身上 而這個董事長是你派任的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號 第二個問號 先前我們看到 院長的震怒是因為酒駕 可是酒駕這件事情 民進黨執政這麼多年來 已經發生過好多次 酒駕致死了 一次又一次的不幸發生的時候 民眾也好 輿論也好 都再三呼籲 應該要修法 加重刑責 把酒駕致死 要應該視為蓄意殺人 這樣的一個論述 其實早就講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可是為什麼過去 民進黨都沒有回應 這個時候忽然震怒了 震怒決定要修法了 那麼過去這幾年 法務部不都是民進黨在主導的嗎 整個修法的過程 立法院裡頭 民進黨也占多數 民進黨要修什麼法不能修 為什麼這件事情不處理 這個時候忽然要震怒了 然後我們看到卓榮太 在護理師小敏的事件裡頭 拳頭也變硬了 可是明明這些人 也是你任命的 一通電話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甚至多打幾通電話 都可以處理掉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要淪落到 一個堂堂的黨主席 只能夠在臉書上發文 然後指責這些官員拳頭硬了 坐在冷氣房裡頭的 這個官員也是你任命的 那麼民進黨怎麼會 最後一個堂堂的執政黨淪落到 只能夠在臉書發文了 所以如果民進黨在處理 這些重大事件的方式都是這樣 你當然會讓民眾覺得說 你究竟是在玩真的還是在玩假的 你是在講客套話 是在演一齣戲給我們看 還是你真的有決心要貫徹這些事 所以我會認為民進黨 與其用臉書 與其用發言 與其用各式各樣的論述 來把責任推乾淨 不如就實實在在的 把問題解決掉 在這個時代裡頭 只要你願意實實在在的做事 我相信民眾看得到 哪怕你臉書一篇文章都沒有寫 哪怕你沒有當網紅去唱歌 民眾還是會給你掌聲的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要問的是說 你的拳頭硬了之後 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是有去請權序部說 你要補證這個事情 或者是你跟誰說 要處理這個事情 還是就是拳頭硬了就結束 這件事情就結束 這個權序部的退府司長 陳紹元對於這件事情 他是這樣講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小敏 他這個很偉大的南丁格爾 他因公訓持的時間點 我們注意時間點是在去年2月5號 所以時隔至今 已經整整兩年了 權序部說 他沒有辦法認定 是不是要用最高等級的撫恤金 來給這個已經往生的 這位小敏小姐的時候 他說因為冒險犯難 屬於因公撫恤的最高等級樣態 所以他必須確定 當時直升機在這個行駛的時候 是不是有什麼風速 什麼飛鞍上的東西 可以認定說 小敏登上這個直升機要去救人 是屬於冒險犯難的行為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兩年了 兩年了 你在幹什麼 權序部到今天才要去行文 台東縣政府來認定是不是冒險犯難 你領老百姓的納稅錢 你真的是好 太爽了 我覺得民進黨的官員 只有用一句話 真的太爽了 我今天跟這個 我們剛剛沈蒙事件議員的誇獎 說到我這邊以後是 最會對民進黨挑撥離間 對不起 我們不是挑撥離間 我們只是陳述事實 請你告訴我是不是兩年了 請你告訴我 華航的這個事情 你說裡面有黑的 白的 然後可是三年了 三年了你還不要忘記 當何暖軒才上任兩個月 就已經異動了25位主管 今天你告訴我說 這個華航跟長榮的獲利比一比 華航只有16億 長榮有66億 連他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OK的 可是已經三年了 你怎麼沒有辦法改善 他的獲利結構 假如說裡面是榮源太多 或者明白的說 的確他有他的結構性因素存在 陳如這個大千委員剛才講的 長榮還有經營海運 所以他某種程度在獲利結構上 他是比較容易獲利 華航如果說有很多的榮源結構 你就像賴老師講的 你公佈 你公佈薪資 你要告訴我們整個管理階層 到底是呈現一個什麼樣的樣態 為什麼不公佈 很簡單 因為民進黨有裡面很多人 就像這些前面 剛剛這個看板裡面 很多已經沒有位置的人 都在華航裡面坐享高薪 還有配車 那麼這些人 就是這一次機師工會裡面也說 他的五個大要求 其中之一是什麼 請你撤換掉 沒有跟工會協商誠意的 這些高層官員 這些高層官員還剩誰 在你一上任兩個月 就已經換掉25個主管的情況下 請你不要告訴我 民進黨是因為心辭手軟 我跟大家講不是的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是什麼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是 當吳釗燮政黨輪替2008年 馬英九政府上台的時候 520上任對不對 這個吳釗燮說 因為我家裡的因素 所以我希望能夠留任到6月 你再讓我走 馬英九是活生生讓他留任到8月 好 相對於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官員 那個外交部長的名字 我一下照不出來 本來有兩個月的留任時間 兩個禮拜火速被拔除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說 這個是因為長期的兩黨的共業 你民進黨換人從來沒有在手軟的 從來不手軟 換得速度之快 馬英九今天被人家罵 罵什麼 罵他克剛為條沒有破例 為什麼沒有破例 因為他要做全民總統 所以政府機構裡面 留下來民進黨的人比比皆是 教育部裡面就有很多 還是民進黨以前的官員留任 這就是他克剛為條 推動不力的一個很大因素 可是民進黨是這樣嗎 民進黨心心念念想 想做的是全民總統嗎 不是的 他想的只是說 他真的是 民進黨是一個政治精算師 我覺得人家說 朱立倫是政治精算師 其實太抬舉朱立倫前市長 就是這個總統候選 因為真正 對 因為真正會算數的是民進黨 很簡單 當他會看這個牢運 有沒有辦法營造我民進黨的利益 有沒有辦法創造我民進黨 人事去卡位的利益 有辦法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結合 當今天這個牢運 我一看這個結構性的因素 剛剛說獲利很少 遠遠低於長榮 這個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我們的電價 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各位觀眾朋友 當電價今天要上漲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辦法非上漲不可能 不是的 是因為你民進黨 硬要去搞那個 不可能實現的能源轉型 我告訴大家未來還有得漲 所以很多結構性國營事業 沒有辦法獲利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民進黨卡在裡面 做了一些讓他成本無法下賬的事情 今天民進黨高層 又把華航的事情 全部推給這些機師 所以你們已經 這個製造輿論風向 已經賺這麼多了 做人不要這麼貪心 好像今天華航所有虧錢的行為 全部都是因為空服員機師 要求薪水要調漲的這樣子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民進黨真是一個太聰明的政黨 他非常的知道 他想執政已經想到瘋掉了 所以剛剛賴教授講說 你如果不會做你就下台 對不起 賴教授 我覺得您真的是一個 非常純潔的學者 人家想位置已經想到瘋掉了 想到瘋掉以後 他今天想做的事情就是 所有的肥肉我都要吃 所有的位置我都要搶 但是所有的責任我都不要負 那你還知道他要提早下來 他提早下來他下次選不上 就沒有這麼多好官位可以分了